好立法院日前21号表决了国会改革修法政院复议案 绿营有号召青鸟重版立院外集结 但是呢19号跟20号这两天的集会人数不多 现场喊出有达7000人 反背酸你是有阴阳眼吗 好21号呢复议案表决不通过 当晚青鸟的人数比前两天来得多 但是现场呢喊到了两三万人 依旧是遭到外界的质疑哦 甚至还被网友解析空拍照片指出 可能连1000个人都不到吧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时事评论 历史歌里一收发文复途直呼 周五青鸟号称有三万人吗 结果湘民算出来连1000都没有 给你算三倍那就算3000好了 也是差了10倍之多 好当然这个人数不如预期 绿营方面为了炒作青鸟的身世 可以说是想尽了办法 这市民讲立委吴思尧宣称 在青鸟现场发现了绿色的青鸟 因此他直呼了多么美好 我哭了 但是却被发现 其实这个绿色的鸟并不是所谓的青鸟 粉砖郑克爽22号发文复途直酸 五色鸟变成了青鸟 原来吴思尧看个五色鸟也能够哭 老天爷都感动了吧 另外网友则是提到了 五色鸟才应该要哭吧 没事就把它给污名化了 好其实这个青鸟是蓝色的 不是绿色的 五色鸟被当成青鸟也哭了 另外有人说吴思尧你应该要去看眼科了吧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到 这个是立委谢龙介先前在台北街头宣讲 但是没有想到遭到挺绿的支持者开呛 好谢龙介当场回应 希望民众能够把车子停好 一起来对职 好对此嘛 马德有事吗的主持人马德直言了 谢龙介表现出愿意倾听民意的态度 这比起赖青的死都不愿意跟在野党沟通 其实两个人的格局真的是差很大 当然更多的内容邀请大家 每周六日晚间九点钟可以来锁定一下 我们陈佑主播的直播节目 另外呢这个节目会在中天电视 还有大新闻大爆卦频道来做双开 如果你还没有收看的朋友 记得帮我们补课看好看满 谢龙介他的EQ非常的高 那他听到了民众对他呛哭的时候 他第一时间的回应是请他要小心 为什么要小心 因为他们所在的宣讲的地方 是人来人往的车道上面 如果这个骑士 他直接转过来 直接为了呛谢龙介 可能导致那个行车上面 出了一点点不安全的状况 那当然不是很好 所以呢 谢龙介一开始就请他要来小心骑车 而且后面其实谢龙介很大气 谢龙介的意思是说 你要来跟我对峙 没有关系 完全欢迎 但是请你先把车子停好之后 然后再过来 我们一起来进行对话 进行沟通 所以谢龙介他并没有反对 要来倾听民意哦 他是愿意跟这个民众来进行交流的 毕竟在街道上面 本来就不是一个议言堂啊 那我觉得谢龙介这样的一个说法 这样的一个回应 展现出他的高EQ 也展现出他的高格局 因为你去对比现在的赖清德 如此的专断独裁 完全听不进去六成民意的声音 而谢龙介站在街道上 愿意去倾听民众的心声 也因此在这两个状况比起来的话 请问一下谁的格局比较高 赖清德跟谢龙介的格局真的差太多了啊 好聊天室当中感谢一下路过的球球 他说他看到民进党这么嚣张才想哭 另外也有跟我还要跟大家说早安 感谢你哦 另外现在持续有看到这个Wilson Mrs. Young 也有看到张静雄 小丸子 何仙仙 路过的丽儿旺 还有看到江才跟李玉慧 苏桂兰 吴迪章鱼哥都有持续在聊天室当中留言 感谢各位咯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到 前总统陈雪扁被指控在前台北101董事长 陈敏勋的买官案当中 涉嫌跟妻子吴淑珍共同洗钱1000万元 由于扁因病庭审 导致整个案件拖延超过了16年 台北地院认为 本案犯罪的追诉权时效 已经完成了判决免诉 但是台北地监署认为 法官追诉权时效算错了 21号是以判决有程序瑕疵 追诉权时效计算有违误等等理由 向台湾高等法院提起了上诉 因此国民党立委谢龙介直批了 阿扁不愿意认罪还钱 所以用托的法务部还在打假球掩护 千方百计就是要纵放阿扁 中油天然气的第三阶售站的工程 目前的进度是58.49% 预计明年3月底要试运转工期 行政院长卓榮泰日前有视察工程 他说三阶有三大功效 包含了非核家园绿能发电 还有稳定北部供电等等 要提升人民对于政府的信赖 不过粉砖政客爽直指 桃圆市政府曾经依法重罚中油的污染事件 对照之下格外的讽刺 好 网友也说了 不要再相信政府相信党了 只有国会改革才能够让党 没有办法继续的藏污纳购 22号这一天 高雄市政府有召开这个大林浦千村说明会 市长陈其迈有亲自出席 大林浦的居民当场集体发难 不满的情绪直接当着陈其迈的面大爆发 而且开呛说政府补偿太低了 高雄市政府难道是把人民当作盘子吗 不客气的痛批陈其迈你当什么市长 好 当然呢 面对居民们的不满 陈其迈宣布了将会新增加速重建奖励金 每一瓶加发五千块钱 每一屋最高补助六十瓶三十万元 中油报纸我跟他担你这条 你中油报纸你担心没有啦 中油报纸你担心没有啦 中油报纸你担心没有 有没有 你担你担 你担你担油 我说你不担心 我说你担心 我说你担心你担心你担心 你担心你担心你担心啦 你担心要让你担心你担心啦 中油报纸你担心你担心啦 我担心来 要说就要说不然要怎么办 没来啦 跟人说没来啦 市长这段时间来 我也看你的路线 但是要把你报我没给你报 因为我没说过是说 但从开始说要全川 开始 但是有很多的问题都一扑出来 不是说近跟万的问题 好得不够我希望 市长你担心你担心你担心 我希望把这个问题好好解决 可以重新继续 不然常常说你在这儿吃饭啊 你现在也要吃饭 不够算啦 那不是很多官方 出你八十的问题是不是 对啊 这就是有千川利用这个机会 给你解决掉嘛 那不是啦 第二点 一扑十四万千 不知道怎么算来的 十米不知道美质 说你刚刚的十家当努力用的 是不是超过二十万 对啊 大老婆 让他放在那儿 把他打不担心 一多一只 你就知道了 所以说十四万千 你覺得你把你證書 你敢不說你 你敢有認同嗎 有夠嗎 所以說 你看實際上 既然要講就把他講清楚 您家有 把我們大部收收十四萬七了 我買給你買要買二十萬 那你敢不合你 二十萬呢 不然你買二十萬給我們收 我一百買你 那不是這樣說 你說的嗎 不是你說的 你說的 你說的 你是市長 我不是市長 我是市長 我們十四 十四萬請給我們收 我給你買二十萬 不然你賣我二十萬 市長 我們不是發派派欠 要不買市長 我不是反對前川 我十幾不能反對前川 我也沒辦法 立場反對前川 這是我的訴求 因為你條件不好 我做立場的 有人說 我在開箱 我跟你證書 結果說我們在當前川 要說的 要跟你證書的 說我們反對 沒有證書的 要跟你證書的 要跟你證書的 要怎樣 我們爲什麼 我們這個條件好 有十幾千歲嗎 2018年通過以和養綠的公投案 廢止了電業法二十五之一條 2025非核家園條款 但是行政院長朱鎔泰還是引誘了環境基本法 指非核家園是由法源依據的 好 為此國民黨立委提案修正了環境基本法 氣候變遷因應法 內涵非核家園的條款條文 欲將非核目標改為淨零碳排 讓民警黨的反核神主牌與法無懼 當然這個民進黨錯誤的非核家園神主牌 已經讓台灣陷入了漲電價 還有缺電以及跳電的風險了 這個是中國時報在今天的新聞透視就特別提到了 而且現在取代核能而擴大使用燃煤機組 不僅跟世界淨零碳白的趨勢背離 也讓台灣人民用費發電 當然現在面對多重的危機 民進黨反核的神主牌恐怕是不再奏效了 國民黨這一次的大選能夠在國會取得多數 當然也是承載了相當的民意 應該要硬起來正面挑戰這塊神主牌 才能夠讓大家免於缺電的危機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任何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